來 請問 有些人為了愛情 可以犧牲一切 你為什麼又用這麼 噁心的髮型啊 我知道你怎麼了 傻丫 我是順順的頭而已 聽 他就是妳的長相 不適合用這種頭 我不能用那種乖乖頭嗎 沒有 你真的沒有乖 真的不乖啊 你是裝韓星頭啊 對 就是裝噁心 對啊 誰裝噁心 等一下 你不是裝韓星 你是噁心 他跟我們來賓頭髮一模一樣 真的 這很故意的 這很貴 歡迎成浩珍 浩珍 有像啊 他們前面都這樣關進來 太帥了吧 你是不是又是 你為什麼要戴一樣髮型 我跟浩珍說他有多不要臉嗎 我又不要臉 他都會去偷看 今天的來賓是誰 然後髮型怎麼樣 對 我懂啊 然後就被髮髮 而且我剛剛有看到 他在划浩珍的照片 但浩珍的髮型就很好看 但他用才是像浩珍啊 因為他長得帥 弄什麼樣都可以啊 對啊 你不要弄這個頭 好像噁心耶 你輸開他 快點 往後抓啦 往後抓 你不要把他 往後抓 我不要弄你的褲子 今天 往後抓 快點啦 怎麼了 今天怎麼了 不是啦 這樣啦 怎麼了 真的 才開場就亂 第一場 這樣 至少這樣帥一點吧 我跟你講 真的 真的 這樣子比較帥 你這樣好看多了 真的 你適合隨機一點 這樣子有超級帥嗎 有啊 超級帥 我跟你講 至少我不會想吐 真的 這樣比較好 你很適合隨便 他還不認識自己 智希 他還在找自己 找自己啦 很多人在戀愛裡面 都在找自己 所以他願意愛情 犧牲了一切 不管是金錢 還是任何的生命 等等之類的 把愛放在第一位 所以這四位 都是為愛犧牲的人嗎 AKA 戀愛戰士 歡迎四位 來 然後在右手邊這邊呢 就是戀愛實習師 他們想要知道說 憑什麼為了愛情 可以犧牲到這麼大 你們不會嗎 他們不需要啊 套生你在愛情裡面 做過最大的犧牲是什麼 不睡覺 不睡覺幹嘛 那很棒啊 就是可能要去幫他 送早餐所以就 沒有睡覺 這超浪漫 這很浪漫啊 而且如果是不睡覺 一直猛跟他一起 對 好加分喔 就是那樣子 只是在家裡 一定是這樣子 就是你跟他 徹夜的一直在 就是你叫激戰 然後激戰完之後 他就探生就說 好餓喔 你就說寶貝 寶貝我幫你買早餐 然後吃完早餐 我們繼續去我們的遊樂園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就是只是因為 沒有住在一起啦 沒有住在一起 他也可以去你家 沒有 那時候只是還在 就是 還在前面的時候 那後面的時候 前端 後面的時候咧 然後 然後只是因為 覺得他好像生氣了 所以我就 買早餐在家 在我家等他而已 所以這是你願意做出來 最大的犧牲 算 是不是因為 可是沒有 是不算最大 就是我不知道 還是因為你前天 睡不夠 睡不飽 然後又要早起 你覺得很犧牲 因為應該要睡到中午 就是 號稱不然是 如果對方做出什麼樣的犧牲 你曾經有真的很感動過 就說 居然為了我做這麼多 可能很 同理我的感受這樣子 就譬如說他知道 你工作很辛苦 他就不會去煩你 是這類型的嗎 這類的我就覺得 就比較貼心 就比較內心一點 好啦 我們讓號稱這個 讓大家講一下 他可能會比較舒服的事 等一下 陳昭昇是你的 我的脖子 都是汗啦 你的脖子都是汗了 我真的超緊張的 你到底是耳朵 你看這裡 不是啦 成醫師了吧 你到底在緊張什麼啊 不是啦 你應該穿毛衣啦 S姐 你看這種天氣 要穿毛衣 我也穿毛衣 我真的覺得比較早 他們感覺不 放縮比較重 你到底在緊張什麼啊 我不太常常上節目 就 演員就 就會很 對 演員比較 演員就是不太會講話 比較不習慣 好 所以 對 你們 你確認逃脫出 這樣我就很奇怪 不是 本來是不是放不下 我們那個頭套給他罩著 快點 紙袋 整齊 整齊給他套著 他在當後面的人 所以昊昇你明明是演員 你為什麼是 出專輯嗎 專輯 手上個人專輯 對 這是我人生第一張專輯 然後 十一月九號就會正式發行 所以誰發現你很會唱歌 那時候就是因為演了蚵仔 然後蚵仔的時候 有唱過 有唱歌 然後才跟 就才跟公司合作 然後才出了這樣專輯 但是也就是 等了三年 來 你面子拿好 因為我要聽你唱一下你的歌 憲哥 汗真的流好多 什麼東西 沒有 你是看到一些很緊張是不是 沒有耐心 因為其實我現在狀態不是很好 因為我 我肚子腳痛很長大便 我被我 而且我困到 你可以不要跟宣傳的來賓說 你的身體狀態嗎 我們坐好 不是 你倆要大 我只是想要詮釋說 我們都是人類 沒什麼好緊張的 我現在根本不想組織 我很想睡覺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看到那個 他的臉有多腫 第一場就是很腫 然後對面的來賓 我們也很腫 也是人類啊 對 我們今天還在講腫的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 現在錄影是 今天的第一場 有腫 我剛剛化妝 我都覺得我化不上去 我剛剛睡著化妝耶 大家都很腫啊 對啊 其實我現在還滿漂亮的 是他腫 我沒有說我腫 好 我腫 我最腫 他最腫 他每次第一集都很腫 對 現在比較放鬆一點 好 浩生唱吧 有啊 好 哪一首歌 主打歌是什麼 孤傲 好聽 來 主打歌 不 副歌就好 我的孤傲 始終堅不可遙 鋼鐵勾造 有什麼能阻擾 我不求饒 你最懂得 我的堅強只是外表 我的擁抱 保護你的美好 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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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假音那邊很不錯啊 對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 他這首單曲的時候 我想說 這是浩生的唱功嗎 怎麼 這是 這麼厲害 因為我 因為通常演員如果出單曲 感覺就只是 出好玩的 或是出可能可以 可以跑活動的 對 可是他的歌是完全 就是真的需要唱功的那一種 對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有甘假音的 所以唱完有沒有輕鬆一點 沒有 要不要出來跳舞 你們有舞曲嗎 不用 沒有 但是我下一張想要跳舞 那現在來示範一下 來 不是 那薛哥會陪你 不是說我不會跳 對 等一下 S姐會陪你 就是復活動 誰要你幹嘛 我覺得剛剛那個 其實就可以套現代舞 怎麼跳 我的哭啊 是從前不可憂 可以 I'm sorry 就直接 直接弄 Patchie 你好厲害 直接弄 好棒 直接來 哥 那到時候 那麼近 第二章 第二章就麻煩你教我跳舞好不好 好啦 我編 我編 今天謝忻是要把他逼死 對不對 不是 然後你還要講 你有簽唱會 對 因為我辦了 就是北中南的簽唱會 漂亮 時間地點 這就是高雄的話 是在夢時代 然後台中在廣山收購 十二號台北是新圓百 大家就去IG開就好了吧 希望昊山這張專輯開 非常的成功 謝謝 謝謝 所以Pax Pax 妳出來那邊幹嘛 我們就是為那個愛情實習生 就是他們那邊都會為愛犧牲 但是我不會 妳是什麼為重 自己 事業 自己 對啊 因為我為愛我很浪漫 我可以接送 我可以煮菜 或者是如果對方的生活品質 沒有辦法到 甚至一個月不能吃一次餐廳 我都無所謂 我覺得這種小犧牲不算犧牲 但是如果 如果妳要改變我的人生規劃 那我就會停止 我不會到失去自我 妳有遇過 妳想要改變妳的人嗎 有啊 所以我就分走了 她想要改變妳什麼 就她希望我不要在台灣 對 就我的事業 可是小事情 我真的是都無所謂 可是我真的遇過為愛 放棄我這個朋友的人 就有個女生 她是一個轉學生 那時候我們會變好 是因為有一次聚會 我看到一個 我不認識陌生的轉學生 在廁所哭 那我們人都一定會說 妳怎麼了 去安慰的時候她就說 她就跟我講一個渣男的故事 然後我越聽 然後她講到最後 她講那個人的名字的時候 我嚇到了 因為是那個時候 跟我曖昧的人 可是我沒有跟任何人講 所以她也不知道 我跟這個人有任何事 她就跟我分享了很多 低調的很勁爆的故事 那我就因為這件事情 跟這個女生變好朋友 那我就馬上跟這個男生 沒有任何關係 然後甚至有一次是 她拜託剛才給我哭 然後她說叫我去接她 那我去接她的時候 她從一個 宵出來 再我這樣暴哭 因為她說那個男生 在宵宵 在另外一個房間 跟另外一個女生 發生關係很大聲 被她聽到 所以她就是一直經歷 這種很崩潰的情況 我都陪在她身邊 當然我一定會說 妳趕快放棄這種爛男生 可是我也不會去批評 好朋友就是陪伴最重要 但是結果有一天 我回就是台灣 暑假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都是用 推特聯繫 然後突然她開始 不回我的訊息 我想說她應該就是很忙吧 我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在台灣忙 一個禮拜後我回溫哥華 我到的時候 我就剛好看到推特 他們發了 就她跟那個渣男的照片 她會想說白癡喔 就是妳就是跟她狗狗弟 又不是第一渣 妳們就現在正式在一起了 妳為什麼不可以跟我講 所以我還是就是照正常說 嘿 我回來了 我回來溫哥華了 然後她就是從此以後 從來不跟我講話 因為她覺得妳會阻止 她跟她在一起是不是 對 她就為了那個渣男 放棄友情 但是好玩的是三年後 當然他們就分開了 很快就很爛的感情 就分開 可是我們就不是朋友 三年沒有講話 有一天半夜突然有一個人 打電話來 我又迷迷糊睡起來 說妳可以來醫院接我嗎 然後我就好 我就立馬衝出門 可是我邊開車去醫院 我邊想說剛剛那是誰 因為沒有來電顯示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 因為我就想說半夜 會打電話來一定是我閨蜜 然後我想說我閨蜜 可能是手機沒電跟朋友借 或是跟旁邊的人借電話 打電話 因為他們記得我電話號碼的人 就只有她 然後我邊開 結果到的時候 就一個金頭髮女生 因為我閨蜜是黑頭髮 金頭髮女生衝到我副家來 然後我認真 因為是很晚 看到我臉才知道 是當初那個女生 三年前那個女生 她就遇到狀況 然後半夜不知道 找誰來找我 妳才去醫院幹嘛 她喝醉了 她喝醉 然後她被送去醫院 然後她朋友自己 跑去玩沒有顧她 所以她就想到 我這個朋友是會出現的 她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邊開車 衝到回家我說 妳如果 就是從現在以後 如果你遇到任何關係 到人生危險的狀況 我一定會去救妳 但是如果這種喝醉的狀況的話 拜託妳請 請找計程車 妳已經是為了愛情 就是放棄我們的友情的人了 我不懂為什麼要為了愛情 放棄友情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 這是正常的 所以我要聽聽看 甜甜我知道 麗菲妳是嗎 她是 我覺得妳是很理智的人 沒有 她以前 精采的 麗菲我們可以看看 妳的那個板子嗎 好 對 千萬豪宅 我為了愛 就愛我的家人 愛我的先生 愛我的小孩 我們搬到台東 所以我們賣掉我們的 千萬台北的豪宅 台東是為了 OK 反正這件事情呢 說來故事很長 妳可不可以盡量剪短 我盡量剪短 因為你想 妳是轉不上去上廁所是不是 不是 因為太常 就會難聽 好 反正呢 這個決定呢 就是我先生在三年前 她那個時候就跟我說 她想要全家搬去台東 因為那時候 我的女兒還在念幼稚園 她說三年後 就是大班畢業 要連接小學 對 那她的幼稚園 是體制內的 她覺得體制內沒有不好 但是她覺得 我女兒的個性 比較適合體制外的 學校小學 那我那時候想說 好吧 然後我也沒有放在心上 然後呢 三年後呢 也就是今年 她就有上那個 碩士班嘛 然後就在寫論文 然後她論文 正在寫論文的時候 她說 我們可以開始計畫 我們要去台東了 我說 她說 所以台東她已經找好地 找好房子了 當然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找好 然後她就說 OK 小孩今年大班畢業 就是要銜接上小學了 所以呢 我們就要準備去台東了 我說 什麼 我是認真的 她說 對啊 我論文快 寫完了 然後說 我學校也找好了 然後呢 她論文一結束 她說 OK 我們可以來賣房子了 但是我記得是過年前 我說你認真 她說 對 然後我其實心裡是很抗拒 我抗拒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是新加坡人嘛 我從小 在一個這麼都市 這麼方便 這麼先進的國家長大 我又在台北待了二十二年 然後我的朋友圈什麼 都已經有固定的朋友 然後都很熟悉環境 然後妳要一個四十幾歲的婦人 突然搬到台東 對 一個又重新 一個新的環境在那邊 我也沒有朋友 然後雖然我們之前好幾年 所以妳現在真的搬過去了 我搬去 四個月 妳沒有看我這麼黑 我就想說 為什麼妳曬這麼黑 妳搬過去了 妳搬去多久了 四個月 有交到朋友嗎 已經有了 有交到朋友嗎 妳如果沒交到朋友的話 我公公是住在台東的 真的假的 對 我公公在那邊很照 可以介紹給我認識嗎 我公公妳OK嗎 我OK 好可以啊 妳是當朋友而已吧 當朋友而已 我跟你講我女兒 我女兒很有長輩緣 我可以帶我女兒 去跟公公交流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她也會想她的孫女啊 對啊 那我女兒可以代替一下 對 因為她有長輩緣 OK 反正就是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很抗拒嘛 因為我老公是從小在山上 長大的小孩 就是玩蝌蚪 抓蝌蚪 什麼什麼 就很崇尚大自然 然後我就在想說 妳確定嗎 我說我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適應耶 她說 妳能不能適應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希望女兒有一個快樂的童年 然後不要每天放學 就去補習 然後上學上到很晚 她想要女兒去那邊 上這樣的學校 體制外的學校 就是先玩 就是快樂地玩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辦 已經開始有點長囉 OK 讓我剪斷一點 OK 然後呢 反正反正我 可不可以直接跳到說 妳搬去台東之後的掙扎 沒有 我要先說 這個就是很奇妙 這個我一定要講 我那時候就祈禱說 如果上帝 這是妳要我們去的旨意的話 妳就讓我們在很快的時間內 賣掉房子 結果呢 我們只有兩個人來看房子 兩家人 第二 第二個就決定要買了 在一週內 我到那邊最大的收穫是 我身心靈真的變了很多 我在台北 我很容易急躁 我非常急 尤其是開車 邊開車邊罵人 可是我到了台東 全部真的是變慢了 慢到不行 然後很寫 寫到你知道 連鳥都很寫 他們過馬路 你的車要快 然後他們還在慢慢走 而且妳不覺得在台東 任何時刻 妳就覺得可以睡覺 真的 那太陽一曬妳就覺得 想睡 因為太舒服了 對 不過我每天都會看到 妳看那個不同的景 這是我家的花 然後我每天就會去巡 然後這是我的鄰居的菜 然後跑到我們這邊 妳看那個台東來多美 好漂亮喔 台東 對 台東來很漂亮 然後妳看不同的景色 然後妳知道颱風前 那個景色也很漂亮 妳看這種雲 紫色雲 妳看我突然變成在炫耀啊 妳知道嗎 我沒有 一定要 我只是告訴妳 我的收穫 那個時候 我都 我跟她聯繫嘛 妳看多美 那我也很想要去 要告訴我 妳這個不適合妳不要來 妳這個千萬不要來 還有告訴我 因為台東不適合吵雜 對 真的啦 因為台東那邊 就是都好平靜 很平靜 然後妳就這樣 看著天 然後喝著咖啡 妳就覺得 真的很 在台東很多都要DIY耶 妳可以嗎 我可能會DIY耶 我很會做這個 我是在台東洗澡 有些要燒柴 因為我也常跑排東 對啊 然後我洗澡的時候 都要燒柴 然後才可以洗 然後挖那個水 真的假的 還要自己燒熱水 就是毀工我家的 我公公是住正常的房子 對 像我們的是 因為我們是那種 日式的組合屋 所以其實整地什麼 我們都要請 就是裝潢工人來 那其實很累 妳先怒三十分鐘 妳先怒三十分鐘 好了啦 我講完了 我講完了 所以最後 最後是開心的結束 非常開心 所以妳也不會想要 再辦婚禮台北了 不會 太棒了 咬了呢 也太多了吧 太誇張了 妳知道這一堆的紅蘿蔔 大概300根 它其實只能萃取出3毫克 精釀小子22毫克 對 22毫克 是這邊的6倍 所以 哇塞 這麼多的紅蘿蔔 都不足以我們 精釀小子當中的 22毫克的燕黃素 市面上很多 一份量做到什麼 5毫克 6毫克 對 它沒有錯 因為它是胃腹部 一日的標準 對 但是我們的用眼習慣很差 我們一定要補充爆量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需要22毫克 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一樣的錢 這個 精釀小子CP值真的很高 因為它一顆 就可以抵別人的兩顆 原價5280 對 那今天三合只要 那反白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 很多一般女生就很白癡 就會你知道 反正呢 就是說以前談戀愛的時候 因為我第一個男朋友呢 就是一個控制狂 所以我一直以來談戀愛 我都很能夠被控制 譬如有一次我就是 因為只是一個很好的 代言收入廣告 然後但是要跟男模 男模會比較裸露的 在我身邊 然後他看到腳本 他就瘋了 然後這時候我當然是覺得 好 那先跟公司推掉 可是對公司來講 這是 就覺得妳是 這是那麼好的機會 對 那以前我們其實 當然是要賺錢呢 對 可是以前我們是舞台模特 然後其實確實是 其實廣告對我們來講 收入是很高的 因為走秀很苦 就一場秀就幾千塊 然後再被扣抽 三十趴 所以廣告來 其實就是很大的優惠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不行 如果我去拍這個廣告 他又說那是平面廣告 如果是CF 他就是比較快速 過了就算了 可是因為他說 妳可以想像 妳如果一個 這麼大的海報 出現在 就遠氣門口啊 就是跟男模有那種 對 就是這樣 他就說不行 就完全不行 然後我也想說 妳就想像那個畫面 他就說妳一定要這樣嘛 然後妳會講到那種 妳一定要這樣 然後妳就會講說 我可以不用了 好 無論如何 然後那時候推掉的時候 後來才發現 那個不只是有平面 他還會再加CF 那錢很多 然後公司就超級生氣 然後他們又覺得 我很難搞之外呢 後來我後來 被冷凍了大概快半年 然後妳那個男友 妳那個男友有很帥嗎 那就是 就是 有普通 可是因為 普通 因為我是戀愛腦的女生 所以她是迷人在哪 妳怎麼那麼聽到 沒有 因為我 因為我就是交往男朋友 就是都會很控制我 所以妳就會覺得 所以即使醜 然後大家 不會醜的啦 然後大家就會說 他很愛妳啊 然後我就被那個說 他很愛妳啊 然後我就覺得 陳昊森 如果陳昊森 如果妳今天要拍一部電影 是有親熱戲 然後妳女友說 我不准妳拍 不理她 妳不會理她 不會理她 因為這是工作啊 對啊 對 要專業 她本來就是這個 已經是演了 沒有 可能妳要找圈內人 比較能夠理解 不 我覺得是個性問題 不是 要她理解妳的工作 對啊 不然太不貼心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 年紀比較小 是在我模特兒的時候 只是那時候我覺得比較 其實那部電影 真的是 真槍實彈就真的 真的弄進去 像色戒 BL劇 那我就 那我可能會尊重女生啦 對啊 當然 是妳自己不敢啦 想去演嗎 對 怎麼 怎麼變出來要尊重別人了 真的跟她自己不敢演 只是互相尊重嘛對不對 對 互相尊重 俗辣 別這樣愛我啊 不是啊 因為可能她說真相實彈 她女友也說 那我也要去跟別人一起 真相實彈 可是我覺得會這樣說 這個愛情就沒有很健康了 對啊 不能這樣威脅 不能這樣威脅 對 不能這樣威脅 那我也怎麼樣 對 可是妳會願意 妳有拍過BL劇嗎 有啊 有啊 很多 你跟誰搭檔過 我跟曾敬華 你是害羞的 還是你是主動的 她是比較主動的 然後等到我被她 對 我願意主動的時候 她就被動了這樣子 快點 我想看她 對啊 對啊 沒有吧 沒有了 什麼 不是 不是 我也要 可是她宣布在 妳就演陳浩森 她演曾敬華好不好 太噁心了 不是 我走到一半 妳又說了 不是 真的 我覺得派輝克 妳在同志圈會被罵 因為妳不太 沒有耶 可是 因為曾敬華也很堅定話 跟大家都很帥耶 對啊 因為派輝克從 同志圈真的 我覺得妳演曾敬華好了 然後妳就一直被動 妳不要講話 妳在跟她對話的時候 盡量把她的臉遮住 哇 你們身高卡 真的輕喔 準備好了沒 放感情 我不要看到NG那種 磚小貓的演技 OK 你是陳浩森 可以進入嗎 好 可以 三 二 一 開始 幹嘛 你為什麼 都不喜歡我 我很喜歡你 你是我的好兄弟 兄弟 好兄弟 怎麼了 沒有 只是 你今天幹嘛這樣 其實我不想 只當兄弟 什麼意思 我其實很喜歡你 你在幹嘛 你今天很奇怪 我要回家了 你剛剛很強耶 你剛剛好厲害喔 強化 強化聲音很棒 對 好好險 有入戲耶 對 而且她是 她有親到你嗎 她有親到你嗎 感受到那個鼻息 她要轉折什麼 而且她時不時 要一直憋住要 她的轉折 她每一個 對 還有她的 她的那些忍住 音調都有變 我覺得她快笑出來 可是她就沒有笑 她就是在把她壓下去 她最可怕 她一直想 她一直壓下去 她超強的 我的專輯在 熄滅九號就 專輯在想一下 我的哥 真的是很強 我們要當個孤傲的人 不要隨便演戲喔 我沒有看一下 所以你出那邊之後 就不演戲了嗎 沒有啦 我還是會在這裡 演戲給你看 我確定 你演的 真的 出上面還是要是 當那一個有趣的人啊 對啊 出上面就變得很無聊 OK 對啊 白歲哥就在那邊 你講台詞 怎麼那麼美水準 對啊 而且你前面 就預設好多那種鬼動作 就是你的彩質 因為它是有質感的演法 然後你就說 我很喜歡你啊 就是那種 很讓人家出色 對 你就會在那邊 沒有 因為那個角色設定 是就是我是比較 對 我懂 指南就是我不能太 有偷偷的感情 你沒有 你 我們還是學生 我們還是學生 我要回家了啦 不過誰是會這樣演啊 我現實生活中要回家 就是 我要回家了 不是 你要 你錄完影 回家的時候有說 我要回家了嗎 有啦 我說今天錄好晚 走了 反正你就是讓人出戲啦 還要有陳昊森壓縮 真的專業啊 沒有 真的厲害 有沒有心動 看到他的臉 而且他好認真在演耶 如果是被陳昊森控制 你願意嗎 當然願意耶 我都被控制成那樣 所以如果又是一個什麼 千萬代言 千萬代言 然後陳昊森說不準 現在喔 不行吧 去啊 對 你看多溫柔去啊 真的 哇塞 我都說去了 可是 光光都可以 可是 康康尾都可以 好 田田你 我為愛放棄 自有時間 百萬通告 真的喔 好辛苦喔 等一下喔 所以他現在都走過來了 Peggy犧牲過什麼的 我會講滿快的啦 這個就是 為一個人的復甦 可以很久很久 就是哪怕他不喜歡我 我會以為 他總是會改變嘛 就之前我喜歡一個男生 五年多 然後在五年多的過程中 我每天都幫他送早餐 然後他如果他生病幹嘛 我就去買藥 你明確地知道他不喜歡你 他沒有說他不喜歡我 但他說他如果喜歡我的話 會跟我說 可是所以我只會等大家 喜歡我的那一天 然後就是我在幫他 跟你說 對 他 單戀了 然後他 所以你在揪成他嗎 我覺得他有接受我的早餐 接受我的晚餐 接受我的宵夜 接受我的藥 接受所有他需要的東西 因為他需要所以接受啊 免費早餐 晚餐幹嘛不吃 打擾阿姨 但是他 但是他有說過就是 我沒有 我沒有不喜歡你 只是我覺得 現在我對你沒有感覺 但是也不代表未來沒有 好爛喔 也不代表未來沒有感覺啊 這是一個爛男人 但是他有給我保證 如果我真的哪一天喜歡你 我一定會告訴你 所以你就餵他做牛做馬了 五年 而且在那五年期間 我覺得 現在回想到我會覺得 我當下怎麼撐過來了 你知道那時候我每次去 他叫他打掃的時候 在這五年裡面 也看過很多不同女生 躺在他床上 然後那女生睡覺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幫他拖地啊 幹嘛什麼的 因為有時候他不在嘛 但我就是他叫鑰匙 幫他就是要整理東西 整理膝 然後過程中 裡面睡的是不同人 可是我都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可能都只是過程 因為我不會在乎過程 因為這些過程裡面 也許在這比較之下 他才會知道說 我是最後那一個 最好的那一個 所以他最後有沒有 真的喜歡上你 沒有 他就 然後 什麼東西啊 他通告這個 他的故事 你剛剛那個也太蠢了吧你 因為其實你知道 女生都會有 大部分的女生會有個痛病 會覺得說 或許你默默地留在身邊 為他做事情 他會改變 會感動 然後會反過來的 就是可能對你動心 那其實是到慢慢長到 才會發現原來男生好像 跟女生是不一樣的 他們不會因為感動而愛你 如果一個你不喜歡的女生 然後她就是五年來 都一直殺去你家幫你打掃 然後送早餐 晚餐 午餐 然後 就是還送你藥 就是當然是你生病的時候 這樣你會默默地 就不曉得你喜歡上她嗎 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吧 我就會發生 這種事情太 很誇張 你不覺得是很極端嗎 對啊 就是 你會讓一個女生這樣對你五年嗎 你根本不會給她你家鑰匙吧 如果你不喜歡她的話 對啊 如果不喜歡她 會覺得很煩嗎 可是她有說 我們當下是好朋友 她有當初說 因為當下我們是好朋友 那你為什麼不來幫我打掃 我沒有跟你在一起 你也沒跟她在一起 但你說好朋友啊 為什麼要等她改變 因為 不是 這樣你就沒有 我是我喜歡她 是她不喜歡我 我當然要等到她改變了 我才有機會讓她 我才有機會變成她的另外一半啊 可是她一直都在 她就不會 就不會喜歡你啊 可是如果我沒有一直都在 她改變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呢 我覺得亞倫 聰明多了 不是 就是反正妳就會覺得 反正就是要改變 而且我覺得 外男的不好 對 外男的 有一次是 我們一起去南部 那那個時候 她那一任女朋友也有去 然後她在 她就是走 我們坐高鐵 她在前面嘛 要簽她女朋友 她在後面她也有簽我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簽妳一下 對 她也有簽我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們 然後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到 我們去南部的朋友家的時候 她那時候那一任的女朋友 然後她就先去買珍珠奶茶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妳知不知道妳沒有資格不開心 我說我知道 她就說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朋友 所以妳沒有任何立場 跟資格不開心 妳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 所以就其實 妳為什麼要這樣糟蹋妳自己 對啊 可是當初 她沒有跳兩套船 她沒有跟我在一起 那她幹嘛簽妳一下 對啊 她簽妳 什麼意思 然後又幫妳去照顧她 就是她想告訴我說 她也沒有說 忘記妳 她 就是 她沒有怕我死刑 她有讓我知道 她沒有怕我死刑 這個人是多偉大 請問一下 我愛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就是天啊 就是 反正重點是 也不是外型 為什麼什麼 就是妳就是看上她就對了 對 就沒辦法 沒有原因沒有理由 妳就喜歡 然後後來沒有 然後這個百萬通告 她這個是更特別 就是 那個時候也是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 他給我更多的我以為 他在療療的過程中的時候 他就 妳會幫他做很多事情 我就是習慣性付出 因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我知道外表我會輸 我知道各方面我會輸 但我能做的就是 我很願意幫他做任何事情 然後他就會說 謝謝妳什麼 妳真是我最佳的 當這些話在妳腦裡 妳被輸入之後 妳就會回不去了 妳就會覺得 我就是那個人選 我就是要做得更多 更好 他會放得更大 他會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就是 每天可能他要工作的地點 在內湖好了 但他住的地方是在 庫嶺街那邊 那他也沒有交通工具 我那時候也還不會開車 但我就會坐計程車去接他 然後把他送到他工作的地方 然後他工作的地方 下班了我再把他帶回去 或者是再一起去 我們共同的朋友家玩 然後是我去接送他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交通工具這樣子 然後我又覺得說 他可能他現在 他賺的那些 他賺錢 他可能也要留下來 買他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子 他可以搭公車 他不會有在搭公車的人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 我後來他要什麼東西 我就會滿足他 因為他喜歡的 他會騎腳踏車嗎 他不會 他沒有要騎腳踏車啦 他 例如他喜歡的東西 是很限量的工材 然後 他有錢買嗎 沒有 所以我會買啊 因為到後來就會變成 他想要的一個東西 他就會傳微信給我 然後呢 所以你的行為模式 一直都是一樣的耶 每一段是一樣 你很喜歡倦養 你很喜歡倦養一個人耶 這三次的倦養是一樣的 沒有 可是有進步 因為這個他從來 因為這個 他壓根沒有叫我閒內住 壓根沒有叫我什麼 可是他真的叫我閒內住 叫我就是追加的 他只是在利用你而已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覺得 我覺得很像 就是在交融的感覺 雖然對他來講沒有 但是他每次 我幫他完成什麼事情 例如說 他要的那個東西 我從國外買到了幾萬塊 他就說 你真的好棒 你知道這個我會覺得是 另外一半才會做的 我被這樣子的稱讚 所以你們兩個之間 最輕力的動作 只有這樣摸頭喔 而且他還有就是 他突然就說 張可宇 你幫我擠痘痘 那我就會覺得 天啊 他認定我了 只是還沒有說 你現在有沒有在喜歡誰 我現在沒有喜歡誰了 也沒有男朋友喔 我現在沒有男朋友 我覺得你讓自己 先沉澱一下 對啊 放空一下 因為你現在整個 之前那固執都是瘋子 我超瘋的 這個我後來怎麼行的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是 他那個時候就講說 他那時候後來藥都太大了 他藥的牢裡是一個綠水鬼 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時候是在朋友面前 然後他就說你相不相信 我跟張可宇講 他就買給我 然後他就 他就指綠水鬼 然後那時候其實 我對那個不太了解 然後幾十萬 然後覺得我要買嗎 就有點太貴 後來我那時候剛買房 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房子買我名字 我們馬上在一起 然後我後來真的醒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很剛好 因為那時候 我一直 他也一直說他單身 然後他只要不想談戀愛 然後這樣嫌淚住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突然有一天 我遇到阿虎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你現在 你是不是有認識一個 某某某的男生 然後我說 對啊 怎麼了 他是天蠍座的 他就說 你知道他很爛 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他弄我妹妹 他就說他乾妹妹 也是被他彎得傳傳傳 我說不可能 我就不相信 然後他就拿照片給我看 然後就是他們兩個 很親密的合照 然後後來我那天 就打電話給他說 你是不是有跟誰誰在一起 他說沒有吧 他說沒有吧 後來我們就通電話說 可是我看到什麼時候 他就突然 就罵我一堆髒話 他覺得說 你聽別人說的話 你用別人來認識我 你幫我當什麼 他說臭罵我一頓 然後後來 妳就醒了 我那時候 然後就變成說 後來我為了 希望他可以跟我和好 然後我就 然後花錢 騙他說 廠商戰術說他要去韓國旅遊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 請他 招待他跟他朋友去韓國 因為我不可能跟他單獨去 他也不會跟我單獨去 但我騙他說廠商 就是 怎麼 太燙 你說你招待他去韓國 跟他朋友 還有他的朋友 因為他不會單獨過去玩 所以我就找一個他朋友 我說你們的錢都有出 但是你們一定要幫我 說騙說這是廠商 然後我拍片 然後招待什麼 什麼 然後我就希望他不要再生氣了 然後後來 他現在現在也結婚了 對 你為什麼讓人家那麼生氣啊 因為他 因為你不覺得 這個這些過程 就好像他已經想要 可以在一起了嗎 我覺得你身邊的好姐妹 一定有跟你提醒過很多次 我都封鎖他啦 對 但是就是因為 你可能都一直都不聽 你姐妹的 他聽不進去 好像有一種 所以你會 這個循環 而且你這樣子也會 讓你的姐妹很生氣 他就是 會覺得 那我沒有跟你講的意義 你根本就沒有好好珍惜 你自己啊 他很生氣 可是我就跟他說 可是不然他們為什麼 會怎樣怎樣 他們 他就會說 不可能 我跟你講 不會就是不會 但是不可能 田田 拜託 這一陣子先不要談戀愛 我現在也沒有 就也沒 你可不可以忍住兩年 先沉澱一下 我沉 這一次還不夠可怕 沉澱 我沉澱 那沉澱五年好不好 五年 你等米苔木尚國小了 讓你自己那個清醒一點 因為不然你很容易又陷入一個 很奇怪的模式 真的 先好好愛自己 多跟姐妹溝通 都跟姐妹溝通 他常常 先去台東 先去台東一陣子好了 他們會氣到 他自己的前鎖住 我覺得他就可以 比較不服 我不是不跟你溝通 是溝通 他不聽 因為他真的 因為我感受到 第一個朋友 就是他 然後他一路這樣子看 他真的好 我就看了很 我就是又氣又替他心疼 然後他又不聽 那我能怎麼辦呢 對啊 所以怎麼辦 五年啊 真的 因為有一個東西是 就算 為了愛情 也絕對不能放棄的 保養 真假 你們看 我這次曬得多 很黑 而且他其實很在乎黑的人 因為你真的 你這樣算是有個保養嗎 我有 這 他皮膚很好 對 我皮膚是好的 是亮的 但是我的臉 確實有出現了一些狀況 因為我很喜歡台東 但是台東的太陽 你知道的 很炙熱 所以我就變黑了 所以我就 終於找到一個 就是非常棒的 小法寶 推薦給大家 好耶 謝謝 對 我真的是 以前在台北 你不會長期的 在外面曝曬嗎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住的房子 有前面 後面 然後房子有這麼的透光 對 所以 然後我又是在最熱的 台東七月初 是最熱的時候 搬過去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會塗防曬 因為一起床 因為五點半就被亮醒 然後屋內都是紫外線 所以我就會放一瓶防曬 全色間塗 然後再去刷牙 我是一個很懶得 一直補防曬的人 然後又流汗 你知道塗防曬啊 皮膚又會變乾 對 會更乾 曬太陽會怎麼樣 更乾 所以乾上加乾 所以我整個人 其實在一個月內啊 我真的覺得 我照鏡子我會說 我就想說 我怎麼會變成這麼醜 又黑又乾嗎 對 重點是 你黑的亮 發亮 還漂亮啊 還漂亮對不對 健康膚色 但我不是啊 我是黑到又暗沉 然後我清潔 因為媽媽 我晚上很累很懶嘛 我都隨便洗臉 就可能臉又 那個清潔的部分 沒有做得很好 就開始長那種 畢所性粉刺很浮 很煩耶 不可能是臉要很久 對 然後毛孔又變很大 所以我就覺得說 天啊 我怎麼了 然後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真的有哭耶 我想說 這醜到哭嗎 對 醜到被自己嚇到 醜哭 嚇到哭了 我想我要怎麼辦 然後敷面膜 用什麼保養品 都沒用嗎 滋潤的 因為越滋潤 我越長更多 必所興奮 是 對 太滋潤了 怎麼辦 好矛盾 是不是很矛盾 又乾 又不能用太滋潤 然後我就說 我的天啊 完了完了 然後就晚上嘛 就是睡前 你也知道媽媽滑手機 我說滑滑滑滑滑 就看到我朋友 PO一個線洞 然後就PO了很多瓶 他說最近的最愛的保養品 然後就看到有一罐 它上面就寫說 可以讓你的肌膚 變亮白 縮小毛孔 然後可以對 閉鎖性粉刺 粉刺痘痘 都有用 然後非常的保濕 可以縮毛孔 是不是很厲害 而且重點是 它對我的閉鎖性粉刺 非常的有用 想看耶 想看耶 因為妳卸妝可能沒有啊 是不是沒有啊 妳現在是卸妝了 我卸了 我卸了 妳皮膚就很好啊 現在是 是因為我用了它 妳現在也沒毛孔 對 就是真的有變細 因為這兩邊我會加強 所以這兩邊真的就是 毛孔變小 所以就是這一瓶就是 瑕疵橡皮擦的皮秒精華 試一下 試一下 想看指定 所以就是讓你用完 就像打完皮秒一樣 就是皮膚很亮 然後毛孔會變小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粉刺 說再見 可是它可以每天用嗎 它可以 因為它的質地是 水乳狀的 所以你看 好細喔 妳看 好水耶 對 直接滑 然後你看這樣推 吸收得很快耶 非常快地被妳的肌膚吸收 重點是要不黏 因為很多人用的 過的精華液 都覺得用完了 很黏 很黏對不對 有的睡覺會黏到整個 對 或者是頭髮就會這樣黏啊 對不對 然後說夏天用就會很不舒服 你看你們摸 好快喔 很嫩耶 是不是很嫩 而且很清爽 對 不黏對不對 它是洗完臉就可以直接用嗎 對 而且它的保濕度非常地高 我先來測一下我的臉好不好 好 好 嗶嗶兩聲了 來 幫我看一下 喔 來 過來 看去我真的需要你 妳水目前39 油50 狀態不是很好耶 不是很好對不對 是油 然後缺水 然後水又少 我每天早晚呢 就會洗完臉之後呢 我就會先用化妝水 用化妝水之後呢 我就會 就是大概第一講 其實不用太多耶 就是不需要到 不用到滿管 滿管 半管就夠了 然後呢我就會這樣 我是一個比較懶的人 我喜歡快速 然後呢我就會擦在臉上 對 真的很快速 很快速就對了 吸收完臉 然後如果還有腎的 我就擦手走 然後呢還有膝蓋 因為膝蓋很黑嘛 OK 我就會這樣 妳就浪費 當然啊 當媽媽當然要節儉啊 然後呢我要說的是 因為呢它裡面呢 就是有那個 添加 亮白三重霜 那會變白 大家聽到酸 是不是覺得很可怕 對 尤其是有敏感肌的人 那其實我自己就是 有敏感肌 所以呢我聽到酸 其實我也有點擔心 但是我還是試了 所以它裡面呢 就是有 所以呢它其實是可以 消除你的 就是老肺角質 然後讓皮膚呢變亮白 然後呢重點就是呢 它還可以讓你的膚色 就是均勻 不會變成就一塊一塊的 然後最重要的呢 是你在家就可以做皮苗啊 你不需要到醫美啊 像我在台東 難道我還要回來做皮苗嗎 台東也有醫美 當然我不熟啊 對 所以我其實現在呢 我就一瓶 我一瓶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敏感肌的人 真的可以安心地用 因為它 臉不會爛掉 不會爛掉 因為其實通常聽到 酸的就是都會害怕 然後再來呢 就是像S姐剛剛說的 就是如果 你想要加強的部分呢 我就會 對 我會敷在我的臉頰 或像其他朋友 如果覺得你的鼻翼啊 或者是那邊 下巴 所以可能毛孔比較粗大 你就可以用我這個方法 敷上五分鐘 加強保濕 對 加強保濕 然後我要說我自己的 加強的方式 你知道我最近 生理期要來了 然後會長生理痘對不對 然後這次的生理痘的地方 很奇怪 就在我的眼皮 就在這個眼皮 還有這邊 對 那我 那邊常常是生理痘 對 而且是很痛 而且會越長越大 那我就想說完了 我就趁它還沒有在長大之前 我就立刻 就是也是用化妝棉 我就撕小小的這樣一塊 然後就沾濕 然後就這樣敷 一直黏著 對 我就一直黏 我就黏到它掉為止 有沒有 讓它 我就哪裡 壓力有味 對 我就這樣 我就睜眼皮 這樣 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繼續做我的家事 然後等它自己乾了之後 我就OK 好 我就早往這樣做 結果你看 我這一顆基本上已經平了 看不到 然後我的眼皮 確實還有一點點紅紅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是它 很小 可是它就變很小啊 就完全非常神奇 我只用了兩天 對 那我 它為什麼這麼神奇 不是 當然我自己有體驗之外 但是它是有數據的 它是有經過 IRB的測試 其中的九層以上的人 都會非常的有感 我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你看 數據是會說話的 對 對啊 而且它裡面的保濕度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它裡面含有 所以能夠讓你呢 就是抑制色素的形成 以及它可以改變蠟黃 所以你們有沒有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的臉 變亮亮 跟我的手比起來 為什麼會擦那麼多 都有擦防曬吧 比較亮 對 但是臉比較亮 因為我就是用了它 對啊 就是非常的好用啊 那我想看現在的保水度 好 我先要看保水度 剛剛水三九 油五十 來 我來幫妳看 來 幫我看 真的看不到嗎 真的看不到 我真的看不到 水變四十九 油變四十六 水上升油下降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大家看 好厲害喔 不是我 不是我在那邊胡扯的喔 對 而且它其實 就這樣 對 而且我很快 太厲害了啦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我就是需要又快 然後你看我現在臉 請你摸我的臉 就已經很亮了 對啊 因為我整個是天氣 就很亮 對 就看得出來對不對 然後很保濕 然後其實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裡面雖然有酸 但是它不會讓你覺得 乾燥然後會脫皮 是 然後呢 我再講一個 它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它有得過一個獎 就是 比利時國際 蒙特獎的 金獎 真的還講 真的 比利時 所以它是第一名 非常值得 但是反正聽起來很厲害 非常厲害 因為它是金獎 因為它不是銅或者是銀 真的覺得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就跟我一樣問題的朋友 可以用這一瓶 瑕疵象皮 厲害了 最後 浩森再讓你講一下 你的專輯 是 是 我的新專輯 Almost Human 然後它是一張 就是 我覺得 有你的創作嗎 都是我的發想 但是老師還是幫我把 就是詞寫得很漂亮 感情都在裡面了啦 對 就是我這三年 我覺得 對於 開始當歌手這件事情 其實有很多 自己的觀察放在裡面 希望大家會喜歡 壞壞壞 對 我們剛剛聽到就很喜歡了 OK 希望欣賞會 大家那個 都去支持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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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